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阿凡介紹美食時 今天去了哪兒? 看不看新季機? 當然今天我不是介紹新季機 前面就是暴星 今晚我們會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現在就吃得輕輕一點去吃麵 其實這間麵檔開了一段時間 馮記麵家 其實這間店本身之前是吃韓國菜 也接近開了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都已經捱不住了 結業了 現在就開了一間麵檔 看到麵走過門口那天 質素也不錯 今天決定來這裡試一試 時間已經是兩點半 因為昨天直播完就有點累 而且不怕跟大家說 昨晚不知道是甚麼 直播完就發燒 燒了一會兒 但檢測過是沒有事的 真是很神奇 我不知道是否懶惰 只是說肚餓 完全甚麼都不知道 當然吃了少少東西 吃了一些藥 休息了一晚我就沒事了 好 這麼快就已經到了 馮記麵食 進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談 就是這裡 好啦 進來的飯後 細小便 進來的馮記麵食 地方都頗麗麗 裝修應該沒甚麼改變 椅子變了少許 汁位的方便擺一擺 有麵食 湯麵大約$29至$32左右 拌麵是$39至$42 牛丸、豬手、水餃、雲吞、牛腩、牛雜都有 其實我想點竹腸麵 但竹腸這裏沒有,只有粉腸 還有飯,老婆叫了牛三寶飯$65 後面當然有飲品和小食 有炸魚皮、紫菜湯和淨牛腩等等 西份當然$75,大份是$100 飲品方面,熱飲加$7,冬飲加$8 我們點了甚麼呢 點了個雜麵 點了個淨雲吞、淨水餃、牛三寶飯 四杯飲品和油菜 這是菜心 我先等些人來到 來到再和大家慢慢談 一開始談談牛雜麵 $32 裡面的材料也不少 其實腸,剛才說的沒有竹腸 只有粉腸 粉腸也有四塊 廢話來說,大小也有兩至三塊左右 另外草肚就厲害了 草肚全都沉落底 其實草肚也有五、六塊 所以認真份量不少 你看看這裡,嘩,你看看 它上來後,看到有三塊 我當然已經吃了一塊 有些還沉在底 首先說說麵 麵不是屬於爽身的 錄得比較軟,超過了 再說說牛雜的材料 牛雜材料,其實這些牛雜應該不差 但應該放的時間太久了 為甚麼這樣說呢 很多時候牛雜店會怎樣做呢 就是大約知道有多少人進來 放多少東西,放在滷水裡浸泡 所以拿出來就不會過軟 或者已經開始有少許散的感覺 仍然保持得很爽口 它這個牛雜的味道 即是牛味,是足夠的 醬汁的湯亦都很出味 奈何就是所有東西,它應該浸泡太久了 變了有少許粉碎的感覺 變了沒有一種口感咬下去,很棒 以這個價錢$32,我覺得認真不錯 而且這碗也不算是小碗,也是OK 再加上它的蔥是用匙巾盛起了 即是告訴你,你不要蔥 你只要撕起蔥就可以了 你要蔥,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我也覺得是可以了 這碟是牛三寶飯,價錢$65 居然不算飯,它有四種材料 全部都是我最喜歡吃的 首先要介紹一下,有牛腩,牛筋和牛肚 份量方面,牛腩也有三四塊 牛筋有三九幾,因為有些是碎濕濕的 牛肚我吃了一塊,還有一整,四五塊 但每塊切的大小,比老公剛才那碗牛杂麵幼一點 最後那一種材料,也是我喜歡吃的 就是蘿蔔,蘿蔔有三塊 飯底,如果一位男士來吃,一定不夠飽 因為我煮了兩斤飯,但現在差不多吃了一半 其實它還有餐餐的餐餐,應該是一位正常的男士便不夠飽 牛腩方面,就煮得很入味 咬下去就有點結實的感覺 但你問我是不是很粗糙的,他不算的 都容易咬開,有些有男的位置,正正常常都頂好吃 牛筋方面,它是偏軟滑,比爽的 吃下去就一點子刺頭,但一咬就馬上咬開 是非常入味 你看顏色都知道 牛肚跟剛才老公介紹的差不多 有照樣的我喜歡吃的草肚 咬下去也很容易咬得開 但未至於粉碎的狀態 蘿蔔選得很漂亮 粗鞋的纖維全部都沒有 炆得很入味 滴味、腥味、草青味全部什麼都沒有 只是有腩汁的味 咬下去有很多蘿蔔汁在裡面 而且水分足夠 吃下去很享受 整體上唯一只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不是用湯浸泡 因為它的湯是寧常的 就是送紫菜湯 我稍後再介紹 現在說回 腩汁是燜得很濃郁、很入味 但如果送飯吃法 就沒有湯麵那麼匹配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它比較偏鹹一點 但牛味很濃郁的 那份量看下去送多個飯 看下去平時如果這一餐是我的飯 我就特別開心 因為我喜歡吃小飯多送 但如果一位男士來說 應該是不夠飽的了 最後就說回那碗紫菜湯 紫菜湯有很多紫菜的 而且很夠熱的 喝下去都很濃郁的 紫菜味 還有沒有沙的 最基本條件 還有喝下去不算太鹹的 都算正正上上 它送的份量都比較多 我覺得都算是幾闊老 幾大碗 幾大飲 65元來說 整個套餐 其實可能是食材貴 所以整體上 你覺得價錢是比較貴 但是如果它是新鮮的 牛腩牛筋和牛肚 那就不是貴的了 因為它正在牛肚麵 都要32元 接著說說這個淨水餃 一碗有四粒 其實這個水餃 裡面的材料挺有趣 水餃的尺寸不小 很大件 裡面有什麼呢 冬菇 豬肉 木耳 還有一些紅蘿蔔絲 還有蝦 蝦當然我給不到大家看 這個位置就會看到 有些蝦 沒有筍 咬下去沒有爽口感 我們這次叫這個水餃 沒有加藍汁 所以吃到原汁原味 這個水餃 相信已經包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呢 吃到一層雪味 大家都想到 即是說 起碼放超過一天 當然它沒有變 所以蝦沒有那麼新鮮 咬下去沒有那麼爽口 而我們還叫了一碗靜雲吞 靜雲吞那個新鮮很多 因為可能流量快 所以那個會好吃很多 這碗你問我 29元來說 有四粒不值得吃 都算是可以的 其實外面現在 鹹鹹地吃一碗淨水餃 都二十多三十元 就不掉了 這裡來說 只是說它沒有那麼新鮮 而且材料沒有筍 如果有筍 當然會更加野味 鮮味 好吃一點 湯底來說 它沒有牛腩汁 我覺得清一點 很舒服 入口很純 變了會好喝一點 有腩汁會感覺鹹一點 沒有那麼好吃 如果大家來 最好不要加腩汁 吃它的原味會好一點 最後 剩下的東西 當然下面也有些 糖生菜 還有蔥也是用一匙裝起了 喜歡要蔥就放蔥 不喜歡要蔥就可以拔起它 這碗是淨鮮蝦雲吞 一碗有五粒價錢 二十九元 跟水餃一樣 價錢 淨的配料 跟剛才水餃一樣 有很多蔥粒 還有糖生菜 湯也沒有加濫汁 但這次 除了讚過雲吞皮 夠薄夠滑 其實跟水餃皮一樣 只不過是那些豬肉 和蝦的鮮味 是很突出 你問我是不是最好吃的 那種 它就未至於 但是一吃下去 就已經是爽口彈牙 有鮮味 豬肉那方面的調味 也都不錯 吃下去有新鮮豬肉味 不只 沒有豬鬚味 味道也算是挺濃 蝦和豬肉的份量 都配合得不錯 蝦的份量是佔多少少 大概是7-3-6-4之間 大概是7-3-6-4之間 蝦是佔大多數 豬肉是佔少比例 佔少份量 而蝦方面 它吃得出有蝦味不得之 還不是霉的 是彈牙的 是很欣賞的 還有蝦的味 不會被豬肉的調味 所以吃下去也算是挺享受 還有體積包完之後 也挺大粒的 你問我有沒有乒乓波那麼大粒 都差無幾 差一點而已 還有它有5粒份量那麼多 也相當抵食 好了 接著講講這個油菜 它這個油菜 跟餐就加10元 這道菜 其實來到的時候 份量就不會太多 而且它因為用鹼水錄 它控制的時間 控制得不太好 為甚麼這樣說 它錄到軟了 你看看中間的點 完全消失 坦白說 如果這一區是公公婆婆 我覺得是OK的 為甚麼呢 軟一點好吃一點 但我們吃菜 問我 我喜歡吃爽一點 索索的那種 吃下去會有一點點口感 現在這樣太軟 我感覺就比較不太好 這裡雖然加10元 你說這麼少 是否不值 不可以這樣說 為甚麼呢 很多時候麵 和菜 和飲料 和飲料 一餐都四十多元 現在最低消費 其實有一間 我稍後會去介紹 那間我平時吃開 是很喜歡吃的 這裡 今次這樣錄 雖然我不欣賞 但我相信有些人都會欣賞 而且這裡的蠔油 不算太鹹 很適中 相信這些蠔油 都是我平時買的蠔油 就是陳寶生 我家裡的陳寶生 已經用完了 我想我去完旅行回來 都要入貨 我每次都會買十支八支 因為其實蠔油現在很貴 我去維康買蠔油 三十多元 但陳寶生的蠔油 十多元 我都會再入貨 這個菜 我感覺就一般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吃的 這次真的要介紹這裡的辣椒油 從來沒吃過一道的辣椒油 可和通緣比味 這次這裡真的可以和通緣比味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我前幾天 喝熱湯的時候 錄了上岳一點 所以有些上岳的皮膚還沒好 吃下去 逢著熱的東西或辣的東西 是特別敏感的 今天我吃這裡的熱東西 是沒問題的 都ok 可以好像平常的感覺 但吃辣椒油 嘩 這裡的辣椒油 辣到我只塗了一點點來試 你知不知道那份量是多少 是這麼噁噁的 但我覺得它辣到 我剛才是要拿杯咖啡或奶茶來喝 才可以輕輕解了一點點辣 所以這裡的辣椒油 不僅是辣字那麼簡單 它是會令你口腔內和外的嘴唇邊位 全部都是輕合合尺尺的 所以這裡的辣椒油是值得推薦的 夠辣之餘是夠噁的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很香味的那種呢 它就不是 跟通緣差不多了 通緣的辣椒油都是夠辣 但是我覺得不夠香 你想一下 我們最後竟然購買一支辣椒油 你就想得到 這裡的辣椒油多好吃 80元一瓶 只是80元而已 通緣是說 最後我知道是200元 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是220還是240 當然 大家的級數很接近 我覺得這個80元很划算 真的不錯 想介紹鏡頭面前那碗爽滑魚蛋可份 29元 魚蛋份量有3粒 魚片非常厚 有1cm厚 有3大片 你看看它還給了我剛剛第一塊的位置 所以我特別喜歡吃的 因為這個位置炸完之後很香 油脂味和魚味都很重 所以我特別欣賞 今天吃到的魚蛋 和魚片不相伯仲 大家都有魚味 而魚蛋雖然看上去就不像我昨天在粉嶺 乘技食那間 它的表面是比較平滑的 好像初湯圓的感覺 但咬下去它軟得是有鬆泡的感覺 魚味濃郁之餘是很好吃 至於魚片居然今天是和魚蛋不相伯仲 魚味是一樣濃郁的 但你問我 它的油脂香有沒有以前夏銘記那麼誇張呢 它就沒有 因為浸了湯之後 它的焦香味就好像減淡了 但是魚味沒有減淡到 咬下去都是爽甲蛋的 咬下去它是鬆跑得來都算是蛋牙的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很爽的那隻呢 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很厲害 至於河粉底 今天的河粉底份量夠多 是又薄又滑 通透度都挺高的 不過它很有趣 它吸湯的能量非常之高 所以你吃下去好像很快 很濕潤的感覺 就已經會慢慢減退 因為它吸湯的能力高 所以你其實看到 它本應給湯的份量 都有七八分滿 現在就去到五六分滿 我試了一口湯而已 另外它用一個匙巾 裝了很多蔥 它這裡就沒有炸蒜給 還有你問我 它那個魚蛋的湯底 魚蛋河的湯底 是不是魚湯來的呢 我就不敢肯定 是鹹鹹的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好像 平時人家的雲吞麵店 有蝦子 大地魚的味道 它就沒有了 湯底只不過是夠熱 但是平溶一點 有一點點鹹味 整體上 其實三樣東西配合 都算是中上級的 是蠻好吃的 這次我就特地不放大紅節醋 和辣椒油 我想一會兒 說完就給老公試一下 都應該是算好吃的 桌面 剛才我介紹了辣椒油 它真的超級辣 但是你問我是否超級香 我就不覺得了 但是大紅節醋 我真的看見都滿心歡喜 它是這麼大支的 而且擠出來是很方便 它還要一個桌面有兩支 真的超級無敵 喜歡 然後講講這四杯夜飲 當然只剩下三杯 為什麼呢 凍檸茶我叫了兩杯 這杯凍檸茶 跟餐加8元 凍飲加8元 醃飲加7元 我們一定是加凍飲的 因為我們知道 永遠都不會喝熱椰的 這杯凍檸茶的味道 的確不錯 當然放得太久 冰已經溶好了 檸檬也只有三片 這杯容量大約300-350毫升 不算太多 但味道調得十分好 這杯是否有茶香味 沒有茶香味 只不過有合裝檸檬茶的感覺 甜甜酸酸 但不屬於難喝的 這杯檸檬茶我都覺得不錯 其餘的一杯飲料 就讓老婆說說吧 看不見中間那杯 其實是凍奶茶小甜 但他做了凍奶茶酒甜給我 我喝下去才知道原來沒有加糖 不過我也不打算叫他加 奶也很滑 加完下去茶底一點也不粗 但茶味不算太濃 喝下去好像一杯淡寶梨的感覺 喝起來也不算很享受 所以你看到我容量還有這麼大杯 第三杯就是凍咖啡小甜 這杯做到小甜給我 冰也未用完 咖啡底也挺濃郁的 喝起來之後 嘔嚨會回甘 它不是偏酸的咖啡豆 它是會回甘的味道 喝起來也夠滑 和夠冰凍 算是合格中上的水平 算是好喝的 好了來個美人照鏡 剛剛講完三杯飲料 一碗飲料都差不多吃光了 那些飲料都沒有了 差不多完結了 接著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馮記麵食 其實野食質素也算不錯了 你問是否極級好吃呢 說不上 但是這樣的價錢來說 那些飲料都只是說二十多三十元 我覺得完全不是貴 尤其是魚蛋 老婆讚口不絕 魚蛋真的很好吃 再加上草肚也不差 唯一牛腩這件事 我覺得它有少少改準 就是不要太早放下去 這樣會比較軟 當然我知道有些公公婆婆 會喜歡吃軟 但是他可以問問食客 或者有某些食物可以比較軟 會比較好一點 味道是不錯的 我覺得是不差 飲料方面也算是不久不失的 價錢來說 做到這樣的質素 認真不錯 再加上這裡的辣椒油 非常好 我們都要買一瓶回家 那你可想而知 我可以推薦大家來試一試買瓶 走過不吃東西都好 買瓶辣椒油八十元而已 我覺得是值得推薦大家來買 來試一試的 其餘的事讓老婆說說吧 希望我買回去那瓶辣椒油 和我現場試的瓶是一樣的味道 其實今天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想惡選了 所以影響我對辣的感覺 但是平時我吃得辣 我覺得這裡也很辣 而且我很少吃辣要馬上喝東西 那今天居然是要馬上喝東西 我不是加了一些粉麵 我都一起吃 我是用匙羹裝著 獨立來蘸魚片和魚蛋 我覺得很夠辣 真的讓我要喝完一口奶茶 再喝一口咖啡 才可以解掉部分的辣 你問我是不是很香 我就感受不了 跟通緝差不多 那是不是沒有味 又不是 但是是不是極之香 又不是 如果你問我哪裡是香 我覺得港城比這兩間更香 但最近我吃過港城的辣椒油 都輕輕沒有那麼香 不知道是不是加材料 煮辣椒油的時候 可能有少部分材料的份量減了 所以那個香味 沒有我以往吃的那麼厲害 至於今天的魚蛋 剛才老公也吃了 讓他講一下他有什麼口感 很爽口很大牙 你說他自己煮夠未必 但是拿回來的貨 吸收是很好的 魚味也很夠 至於雲吞 他是合格的 剛才剛剛聽到 有個侍應跟老闆說 雲吞賣光了 要再包了 那我相信 是很受歡迎的 這裡的雲吞 至於水餃 我進來這麼久 大概坐了十台八台人 都沒有一個人 好像我們那樣叫水餃 所以他的流量 去貨的程度 一定沒有雲吞那麼快 如果你們真的要來試 我提議試雲吞和魚蛋 至於牛雜和牛三寶方面 我就推介牛肚 牛筋一般般 牛腩 剛才老公提了 我不提了 其他磅和腸 我方便 老公都沒有什麼讚 牛肚是OK的 不過我覺得 它那個藍汁的味 輕輕可以調淡一點 那麼多 不需要拿到那麼盡 因為始終你一筆下飯的時候 淋藍汁 是鹹過濃一點 但是如果配粉麵吃 就剛剛好OK的 因為我今天的粉麵 或者正食 我全部都沒有加藍汁 因為我剛才吃了那個牛三寶飯 我已經覺得很鹹了 所以我覺得 粉麵可以減鹹度就好一點 它的湯底 就不是平時我渴望那種 有蝦子、大地魚那些 或者魚湯底 我當魚蛋的是魚湯底 但是也不是太濃 這裡可以改善一下 就算你不改善的湯底 也可以把蔥方面 加少許糖芹 湯底會更加香 我知道有些人 就不吃鹽西的 所以通常一般 魚蛋粉麵店 或者牛雜店 都不會加鹽西的 多數都是加糖芹和蔥 其餘的東西 我覺得它還不錯 我覺得它還蠻大粒的 菜的方面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吃鹽 有些人喜歡吃鹽 有些人喜歡吃爽 飲品都合格 不算太差 整體上今天都吃得挺開心 挺滿意 冷氣很新鮮 所以坐在這裡都挺涼快 還有它有對流的空氣 因為它有風扇 這裡都挺新鮮 所以坐得挺舒服 整體上都滿意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今天老闆知道我們在拍攝 也有問我們的食物 吃得不可以 當然我都說 OK 其實沒問題 當然有些食物是不行的 這裡馮記老闆真的姓馮 為甚麼呢 我聽員工跟他說 馮先生 雲吞不夠 要包了 相信都是根據他的姓 來取材這個名字 所以叫馮記麵食 今天這裡整體上的東西都不差 $277 也不是很貴 這裡我有機會都會再來試 希望它遲些再做得好些 因為始終它新開不久 我想接近一個月左右 不會太久 希望它遲些會改進做好些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合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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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三 五 五 六 十